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11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还有分享以及开启订阅小铃铛 这样你才可以每个月 准时收到节目的通知 11月份是一个充满危机意识的时刻 很多事情正在或是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都要在此刻做出重大的果断的决定 而且没有模糊空间 怎么说呢 11月1日的天蝎座星月 以及16日的金牛座满月 他都在强调一颗星叫天王星 天王星的能量是什么呢 他的能量就是要革星 要升级 或者他必须要切割舍弃 所以这个月份 就是要去思考怎么样做 对我们是最有利的 到底是要再更好 更精进才能够生存 还是呢 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们 这些人不适合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要早一点 跟他远离 所以这个月你可能会常常听到呢 很多公司行号会有人事的异动 或者组织改组 也可能有并购或是倒闭的消息出现 你不要太惊讶哦 当然呢这个月呢也要稍微流行一件事情 因为呢26日开始 水星要正式逆行咯 逆行到12月16日左右 那么水星逆行呢 一定会带来很多事情的转变 拖延 好事多磨 所以你看 如果这个月啊 很多重要的决定呢 你来不及做 或者事情不能够赶快的 在月中 差不多16日前后呢 结束的话呢 有可能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拖的状况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要有的心理准备 拖不见得是坏事 但是呢它就不会快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月呢 每一个星座的运势啊 那很多朋友都 特别留言给我们制作单位说 想要看爱情啊 那么讲到爱情这件事呢 就要看这个 跟爱情有关的精心 或者是人际关系啊 也是一样要看精心 精心在12日之前啊 都待在射手座 我们知道射手座是属于火象星座啊 所以呢 在12日以前 也就是这个月的前三分之一啊 只要你的上升太阳 或是精心火星在白羊 狮子射手这些火象星座啊 恭喜你 你的爱情的运势就比较好 比方说就容易有交朋友啊 桃花啊恋爱 甚至呢 有更多好消息传出来 不过啊 要注意的是呢 在12日之前呢 因为精心会跟海王星呢 形成压力角度 所以呢 在12日之前呢 有另一种情形可能发生 是什么呢 就是在整体的感情的发展上 可能很多人会面临到什么 暧昧啊 不伦恋啊 多角恋啊 或是秘密丑闻的恋情 那么如果你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啊 有些感情让你是比较困扰的 那就要小心啊 这个12日之前呢 可能你的决定不一定是正确的哦 再来呢 12日开始啊 这个爱情啊 跟人际关系守护的这个金星呢 它就会进入什么 摩羯座 所以如果你的上升太阳 或是金星火星在金牛处女摩羯的朋友 恭喜你啊 12日开始 好 这个月后半段 应该说三分之二啦 好 就是你们呢 感情运势 开始往上提升的时刻 交朋友啊 桃花啊 或是 哎 在既有的关系里变得更好 是有很多好的机会的 不过要注意哦 呃 除了这个族群以外 在12日以后的感情发展呢 可能会有一些些哦 需要花时间 因为呢 这个金星呢 它会跟土星形成一个小迹象 可是呢 水星会在26日开始正式逆行 好 所以在 呃 越靠近这个水星逆行的时间 可能很多次就会拖了 那我觉得呢 其实在这个月份 特别是下半月的感情世界里 很适合怎么样 需要怎么样 彼此沟通 花时间了解 也就是如果你开始有感情磨牙的机会 或许在月中以后呢 你要多给彼此这个相处 观察 了解的时间 即便有摩擦有冲突也没有关系 因为有对话 才会帮助你们哦 有更多机会 也一起往前走 或者是觉得哎 就不是那么适合 可是呢 也会因为水逆的关系 会出现什么呢 就情不燃 或者是可能有旧爱新欢的问题哦 那这个时候 那就是你要去思考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了 那么讲到了感情的这个状况呢 其实这个月呢 有两个星座 是这个月的感情的焦点人物 那就是上身或太阳带 金牛跟天蝎座的朋友 这两个星座朋友啊 在这个月呢感情呢有 非常极端的发展 我们不能说大好大坏 但是是很极端的 比方说可能就会有 哎 一见钟情啊 闪电恋爱啊 结婚生子啊 等等等等的好消息出现 但是也有些人可能会在 这个时候决定要怎么样 哎要保持距离要分居 要拆伙 要离婚要怎么样 那你也不能说是坏消息 如果你在这关系里面 是比较辛苦的时候 可是它就很两极 同时 这样子的情势呢 不只会影响你的感情哦 也可能影响你的工作 因为你的合作伙伴客户 或是跟公司里面的人事关系 往往也会有比较剧烈的冲撞 或者是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去思考 你到底要改善你们现状 去往升级革新的方向走 还是可能真的就是不太适合 要这个合则来不合则去 那么也会因为人际关系的关系 就会造成你们什么 可能在事业或家庭上会有些变动 比方说你就会有调部门啊 离职啊 或者是说可能这个会有一些人事的异动 因为你个人的这个喜好 或者是刚好遇到的状况 也可能你会跟家人的关系 或者是有些疏离 或是因为这样变化 所以你更需要照顾家人 所以这个族群要特别留意 那很有趣呢 另外一个族群呢 也是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就是上升或太阳在 狮子跟水瓶座朋友 你们在这个月特别容易有工作 人生方向 或是家庭环境的改变 比方说升迁 外派 换工作 创业 搬家 移民 等等 这些方向 也可能包含了什么呀 成家或者是离婚哦 因为这跟人生方向是有关的 而这些跟人跟家有关的事情 它也都会带动你们在感情上面有不一样发展 想想看 你如果移民啊 外派啊 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有些变化吧 或者是说你可能跟哪些人开始合作 跟哪些人不合作 那当然你的事业也会有一些变化 你跟家人或是这个在地的关系改变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这个上升 或太阳在这个狮子跟水瓶座的朋友 其实你们在这个月份也一定会有很多改变 特别是冥王星 在这个时候呢怎么样 怎么样也进入了这个水瓶座 除了这个族群以外呢 我们就要来谈谈另外一个族群 叫做上升或太阳在基本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这个上升或是太阳在白羊 巨蟹天秤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特别特别容易有赚钱的机会 没有错你们花钱机会也很多 可是我觉得好处就是呢 因为这个月有一种大风吹的感觉 所以你们可能会遇到更多赚钱的机会 那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呢 上升或太阳在白羊跟天秤座的朋友 你们呢特别容易有这个一对一关系上面的好处 也就是说你可能自己理财赚钱以外 你可能因为合作关系或者是好的客户 或者是说你的另外一半 哎他有赚钱的机会 他来帮助你 所以你会有赚钱的好消息出现 所以这个月呢你们的赚钱的密码就是 朋友在金不在多 种植的 同时呢如果你想要谈恋爱的朋友 你的机会通常都在身边 比方说这个工作啊 学习上常常碰到见面 所以日久深情 也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啊 邻居啊同学帮你介绍 所以还是有这个机会的 那么另外一个族群呢就是上升 或太阳在巨蟹跟摩羯座的朋友 这两个星座啊在这个月 我觉得是有一种隐形冠军的味道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都很混乱 你们也可能跟着混乱 可是你们的机会很多 所以这两个星座朋友 你们在这个月份 特别适合怎么样 参加公司的活动 外面的社团的活动 或是有一些很好的社团 学习的管道 你要去参加 因为一旦你进去啊 你会发现你认识很多朋友 大家会互相合作帮忙 所以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你要钱有钱啊 可以赚钱 机会就多了 要人有人 你想谈恋爱也是有机会的啊 所以要恭喜你们 所以一定要善用你身边的资源 那最后呢我们来谈到的就是呢 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处女射手双鱼的朋友 这个族群在这个月呢 是比较计划感不上变化的啊 也就是说呢 也许你们没有像前面 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固定星座的朋友 这么的变动跟翻转 可是这个月呢 在小的生活上的这些事情上 你们往往会遇到很多的变化 比方说沟通没有那么顺利 要特别的小心 或是在确认一些文书上有没有错误 也可能你们有交通上的一些麻烦 或者是这个交通行程改来改去啊 时间对不上啊等等 也有可能是你的同事啊 这个临时请假或出状况你要帮忙 也可能你的工作增加 或者是你觉得 最近身体怎么弱弱的要开始调养 总之就是那种很多小的细节 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那这都在暗示你们什么呢 这个月呢 你其实呢不要太急太冲 我们把自己照顾好 把该做事做好这件事最重要 品质很重要 而且呢能够在里面学习 对于上升或太阳在双子跟射手座的朋友 这个月份呢 你们呢就是要有耐心 你们并不缺机会 但你会发现 怎么好像人人有机会 个个没把握 这是正常的 特别是月中以后 越靠近水逆的时候 你们越是如此 可是换一个角度想哦 因为你们是很擅长 见招拆招弹性应变的 可能在这个过程里你会发现 哎原来没有想到的事情 其实呢有一些变化 反而变得更有趣 你会学到更多 所以我觉得你不妨抱持着 学习跟玩乐的心态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处女跟双鱼的朋友 那这个月呢你会发现 啊怎么那么容易劳碌奔波 常有出差旅行的机会 但是当然也会增广见闻 所以对你们来讲 好处就是 其实你们有很多社交娱乐的机会 那当然在感情上跟事业上 你们也的确会有很多可能 合作发展的可能 但缺点就是 因为处女跟双鱼呢 是服务或是照顾他人的那种星座 所以往往你们的人际关系 也会受制于别人的感受 或者是现实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你的责任压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要去思考你的原则在哪里 不过不要忘记了这个族群 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处女 是有双鱼的朋友 你身边是有贵人的哦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需要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出来 呼唤你的贵人 他们就会来帮助你 最后呢我要来加 两个重要的彩蛋的讯息 那么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虽然有很多变化 可是呢其实这个月份 也会进入一个新的趋势 进入一个长期的趋势 那一个比较短的就是呢 在这个月15日的时候呢 土星会开始顺行了 所以记得 土星在双鱼座顺行 代表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为我们的理想牺牲奉献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么 那么土星顺行之后 我们即便呢有很辛苦的事情 可是我们会觉得甘之如鱼 如果没有你就会很混乱 很不确定很担心 另外 因为呢冥王星呢 将会在11月20日 进入水瓶座 这个是个大消息哦 我们是要恭喜这个摩羯座朋友 因为呢冥王星 从2008年进到摩羯座 一直到今年终于离开了 所以很多摩羯座朋友 在这个月份 你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而且你过往的一些挑战 考验 你就完成了 现在你 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你 你现在是更成熟的 可以面对很多的挑战 那冥王星呢 它进入了水瓶座之后 现在要换什么呢 水瓶座开始要接受挑战 接受考验 这个冥王星会待到呢 2043到2044年 差不多20年的时间 所以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 在水瓶座朋友 甚至啊 我们再延伸一下 包括了 狮子啊 天蝎 还有金牛座朋友 其实呢 在未来的20年里面 你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都在帮助你们重新思考 你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一个很大的转变跟决定 就在2024年的11月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11月份运势啰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出 最适合你的决定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